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我以为是恶作剧 于是便反手拉黑 半夜12点 我还在刷着手机 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我以为是社友的恶作剧 直接拉黑删除了 正打算换个姿势继续刷抖音 突然听见门开了 我不甚在意 肯定又是宋明那小子 他经常半夜上厕所 正打算刷两个视频 然后睡觉 全里面突然弹出来一条消息 我正在心里面骂道 他骂的 半夜还发通知信息 这学校可真不做人 我点开了见面 平时活跃的班群只会异常冷清 只有刚才弹出来的消息 宿舍文明守则 一反席杠 12点以后 不准在寝室外逗留 如果你在宿舍外面 请立即前往三楼宿管宿舍 二反席杠 宿管宿舍一定在三楼 三反席杠 我校宿舍楼没有四楼 四反席杠 请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五反席杠 我校宿管查房的时间 是一点到三点 六反席杠 宿管阿姨穿绿色马甲 如果遇到穿红色马甲 请不要与她对话 立即前往三楼宿管宿舍 七反席杠 宿舍禁止大声喧哗 三点可以进十 八反席杠 再次重申 我校宿舍楼没有四楼 如果你看到了四楼 那一定是幻觉 请立即前往宿管宿舍 我看了一眼群消息 正打算在群里回复 这他们谁半夜不睡觉 整的这出 却发现群里面早就被全体禁言 而发布这条消息的人 是一个全黑的头像 我从来没见过 她出现在我们班群里面 突然 我后背冒出了许多冷汗 太安静了 虽说是十二点 但是我每天都会听见 隔壁宿舍打游戏的声音 今天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甚至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突然 我想起了一条 猛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立马下床 将宋明娜没有关上的门关了起来 而就在关上门的前一秒 透过门缝 我隐约看到了一个瘦长的身影 那绝对不是人类的影子 周朝阳和谷宇 瞧见了我的动作 也都从床上坐了起来 凌峰 群里面的消息 你信吗 周朝阳看着我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以及刚刚透过门缝看到的东西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我信 谷宇有些害怕 紧紧地抱着他的被子 周哥 风哥 这也太诡异了吧 我刚核对了班群总人数 人数是正好的 周朝阳看着手机屏幕 我有所思到 多了一个人 人数不变 他像是验证什么 对着手机屏幕点了一下 果然 门外不合时一地方 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声音很规律 咚咚咚 林峰 快给我开门 我忘了带门卡 门外传来了宋明的声音 我刚想打开门 却被周朝阳阻止了 他折着手机 说不要开门 我还未反应过来 门外的宋明有些着急 林峰 快点给老子开门 这破灯不知道咋了 一闪一闪的 怪吓人的 我听着门外的声音 脚步由自主地抬了起来 周朝阳一把将我拽住 冲我比了个近身的姿势 30秒后 门外的宋明似乎失去了耐心 声音变得又间又细 林峰 开门 开门 请客间 宿舍充满了他的声音 谷雨更是整个人躲在了被子里面 我清楚地听到了 类似于指甲划过铁皮的声音 10分钟后 屋外彻底没了动静 宿舍迎来了久违的沉默 周朝阳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现在看来 这条信息的真实度得到了验证 我又重新将信息看了一遍 确保所有的信息 都完整地记在了脑子里面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你们能联系到宋明吗 谷雨终于从被子里面露出了眼睛 我刚才想联系他 消息发不出去 说完 他还将手机界面亮了出来 是一连串的感叹号 周朝阳没有接话 目光依旧落在那条信息的上面 他张了张口 似乎想要说什么 突然 我听到了隔壁宿舍开门的声音 恍惚间 听到了他们说话声 一股良意从脊椎爬上炉内 伴随着一声轻笑 隔壁彻底没了声音 隔壁开门了 夜愈发的寂静 我看了眼手机 已经一点了 谷雨还是有些害怕 他颤抖的说 要不我们先睡觉 或许明天早上 这一切就恢复原样了 周朝阳瞥了他一眼 说你能睡得着吗 我朝着周朝阳的方向看过去 此刻他无比的冷静 周朝阳本来就是我们班的学霸 我与他的交往并不是太深 可能学霸总是带有一种天然气场 相比较之下 我与谷雨和宋明关系倒是非常好 你刚刚想说什么 我朝着周朝阳问了一句 周朝阳顿了顿 但还是开了口 如果宋明还活着的话 他应该在宿管宿舍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记忆被调动得出来 那张规则上面 确实这么写着 正当我们再留在宿舍 还是主动去宿管宿舍犹豫不绝时 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 咚咚咚 声音不大 却在寂静的夜晚十分清晰 一下 两下 仿佛心脏跳动 我的手心已经不自觉冒出了冷汗 同学 茶房时间到了 请打开门 门外响起了一道温柔的女声 周朝阳先与我一步打开了房门 鼓语见词 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 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 门后面是一张陌生的脸 他见到我们开门 眼里闪过一丝兴奋 同学 你们宿舍都到齐了吗 周朝阳没有回答他 而后与我对视了一眼 正准备有所动作 面前的人又重新问了一遍 这次他撕去了伪装 眼眶里面的眼睛充斥着血丝 面部开始出现扭曲 四肢也变得羞长 那是人类绝对不会有的样子 他发出声音 如同乌鸦的低语 同学 你们宿舍都到齐了吗 这次我不再犹豫 抓着身后的鼓语 连同周朝阳一起 朝着宿管宿舍跑去 平时明亮的走廊 这会异常的黑暗悠长 不知道跑了多久 身后终于没了声音 风哥 周哥 我们为什么要跑 鼓语后知后觉 他脸憋得通红 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解释道 刚才那个宿管穿的是 红色马甲是他的人 劫后余生的喜悦 并没有持续多久 周朝阳的一句话 将我们拉回了现实 我们到四楼了 什么 我顿感不妙 楼梯间里 安全通道散发着悠悠的绿光 此刻 周朝阳脸上 难得出现了一抹凝重 我看着楼梯间 贴着的四的字样 于是心意横 说 要不我们再下去一层 周朝阳没有回答 而是朝着四楼楼梯口 走进了一步 三秒后 他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你们继续下去 是啊 你是我们中最冷静的一个 如果你出事了 我们也活不长 周朝阳目光 我们俩身上来回打转 他又重新看了一眼那个数字 四 我见他不死心 朝着他吼道 规则里面说了 我笑没有四楼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 鼓雨似乎被我惊到了 别忙劝我 风哥 消消气 周哥也只是想帮我们看一看 这次周朝阳没有进去的念头了 反而把目光停留在我一个人身上 临走之前 他不经意问了我一句话 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当然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真峰 不知怎滴 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记忆受阻 我晃了晃脑袋 觉得一定是我想多了 这一晚的神经一直紧绷着 难免记忆出现问题 跟着他们又下了一层 看着楼梯间上的数字三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路来到了宿管宿舍 却发现门扮演着 我伸手推开了门 里面没有人 周朝阳和古雨也跟了着上来 宿管宿舍有些乱 桌子上散落着一些纸条 不管怎么说 至少我们现在是安全的 古雨以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难得放松了一会 他说的没错 按照规则上来说 楼梯宿舍确实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正打算找个地方坐着 等待楼梯回来 我看了一眼手机 已经三点半了 才有两三个小时 天就亮了 周朝阳没有闲下来 他在这不大的空间里面 走来走去 不停翻掌 我被他晃得有些心烦 问了句 你在找什么 他连头都没抬 线索 这里能有成线索 我看着整个血管宿舍 除了一张床 就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于是 不再理会周朝阳 就算是学霸 也有失误的时候 更何况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了 我不再理会他 神经紧动了一夜 这会困意袭来 我躺在宿管床上 很快便没了意识 突然 我被噩梦惊醒 猛地坐了起来 用手摸了摸额头 全是冷汗 我按亮了手机 四点整 旁边的周朝阳已经停止翻找了 他靠在桌子上 似乎在翻看着什么 我很好奇 问道 你有没有找到线索 或许是我突然出声 吓了他一跳 他转过头来 将手中的笔记本合上 面色怪异的看了我一眼 又问出了之前同样的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冰锋 我下意识回答 怎么了 在得到我的回答之后 他耸着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 一过来 我有发现 顺着他的目光 我再次看向了那本厚厚的笔记本 他直接递给了我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开始掉皮 昭示着这本笔记本 已经存在了好几个年头 我轻轻地翻开第一页 速馆安全守则 一反斜杠 每天一点 这三点是查房时间 请穿绿色马甲查房 二反斜杠 如遇到在外逗留的学生 请不要跟他说话 立即回到宿舍 三反斜杠 如果有学生来到速馆宿舍 请将左侧抽屉里面的羽毛递给他 并让他立即前往四楼 四反斜杠 我校速馆一律身着绿色马甲 如果你看到了红色马甲 请不要与他对视 立即回到宿舍 五反斜杠 我校速馆楼没有四楼 六反斜杠 速馆宿舍位于三楼 所以窗户外面只能看到天空 如果看到别的 那一定是幻觉 七反斜杠 桌子左边放着学生名单 如果学生名单突然消失 请立即前往校长室 在那里 您将会得到解决办法 PS 我校速馆聘请制度为三年一次 请务必严格遵守安全守则 从而保障您的安全 我接着翻开了第二页 这似乎是一个日记本 有笔记本的主人 记录着这里发生的美的异样 四月十三日 请 这是我上任的第一天 学校给的工资特别高 就是这所学校有点奇怪 这里的人也很奇怪 四月十五日 请 我今天去查房了 我看到了红色马甲 可是我忘了守则 我跟他说了话 他冲着我笑 怪甚人的 四月二十三日 因 今天有几个学生跑到这里 我将羽毛递给了他们 我完成任务 四月三十日 因 窗户外面好像有奇怪的东西 五月一日 请 今天发了工资有三万块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五月十五日 因 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羽毛好像一直存在 五月三十日 因 我好像被他盯上了 六月十五日 因 学生名单丢了 我得尽快去校长时 我想继续翻看 却发现 日记本后面被人撕去了两页 我不死心 又接着向后翻了几页 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字迹 这与之前的字迹不同 似乎是另一个写的 他已经发现我们了 记住你的名字 不要被他污染 我看了一眼周朝阳 瞬间明白了他刚才的问题 照着日记本的说法 如果我记不住我的名字 或许我就不再是我 也格外的漫长 我看了看了眼手机 四点整 我与周朝阳相顾无言 最终还是 我打破了沉默周朝阳 你觉得我们能逃出去吗 半想 他才回话 我不知道 不过既然宋明不在这里 他有可能去了四楼 周朝阳翻着日记本 我接过话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周朝阳眼里闪过一丝迷茫 如果当时我们直接进入四楼 兴许会遇到宋明 周朝阳难得笑了提声 不一定 这里时间停止 我们与宋明是否处在同一个时间 还说不定呢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 古语不知道啥时候已经醒了 他揉着轻松的睡眼 问道 风哥 你们没睡啊 睡了 醒了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做什么 古语难得脑袋清醒了几次 我将目光转向了周朝阳 他缓缓地走向了窗前 你们觉得这月亮怎么样 我有些鄙夷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看月亮 我顺着他的话 朝着窗户外面看过去 窗户外面的月亮 确实十分漂亮 又大又圆 突然 我全身一击零 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吗 确实 屋外的月亮不仅大 而且低 似乎站满了整个窗户 等到我在想仔细看时 窗户外面 突然多了一个人手印 无语也看见了 他悠悠地开口 这里可是三楼啊 我们不再犹豫 立即决定去四楼 周朝阳走在了最前面 我看了桌子上的笔记本 下意识喊了一句 周朝阳 笔记本 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停下 我跟着他们一同走着 从宿管宿舍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头疼 明明三楼与四楼之间 只有一层楼梯 我却觉得走了很长时间 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周朝阳轻声说了一句 到了 同样的楼梯口 这次周朝阳推门而入 我并没有阻止 我悄悄地拉了谷雨 示意他跟我一同走路 风哥 你是不是难受 谷雨见我面色惨白 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 有点头疼 你扶着我 四楼的构造 与我们那一层一样 也是长长的走廊 走廊两边分别是宿舍 我们在十一层 我突然想起来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 学校为了照顾我们 特意在这新的宿舍楼 安装了电梯 我记得 电梯里面的案件 连里有四楼的 就在我出神时 周朝阳突然停了下来 此刻我头疼的炸裂 脑袋里面突然多了一段记忆 宿管宿舍 我确实睡着了 不过中途 我被周朝阳叫醒了 他似乎十分急切 临风 我要去趟校长室 许是刚睡醒 我有些迷惑 为什么 宿管宿舍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不是 我无法解释 但是你要记住你的名字 不要相信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 周朝阳说着 将两张纸塞进了我的口袋 我还没搞清楚状况 想要再次开口 却发现眼皮沉重 再也发不出声音 一时消失之前 我听到了周朝阳的最后一句话 临风 你一定要小心我 记忆回笼 我看了眼前的周朝阳 额头上的冷汗越来越多 谷雨似乎发现了 他有些焦急 风哥 你怎么了 我强撑着身体 用尽最后一丝理智 告诉谷雨 快带我去校长室 面前的周朝阳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转过头来 冲着我诡异的笑 我看着他身体变得纤细 四肢变得越来越长 就连头颅也不停地左右旋转 突然 我听到了所扣打开的声音 这里面的所有房间 全部都要打开了 谷雨似乎被吓傻了 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我一把掐住了他的胳膊 用尽力气嘶吼 跑 谷雨这小子终于清醒了 他拉着我朝着安全楼梯处跑 周朝阳已经撕去了伪装 彻底露出了本体 周边的宿舍全部都打开了门 就在谷雨拼命拉着我跑出去的时候 我忍不住朝后面 那一闪闪打开的门看了过去 是宋明 在离安全出口最近的宿舍 我亲眼看见打开门的人是宋明 或许 现在不应该叫他宋明了 别看谷雨这小子平时的胆小 但他力气贼大 拖着我一口气 从四楼跑完下来 我看着旁边的谷雨 打去道 没想到你体力不错呀 这么能跑 刚想伸手去拍打他 却发现他呆愣在原地 谷雨你怎么了 明明是凌晨四点 外面却笼罩着薄薄的雾气 路灯散发着一万的光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那硕大的月亮上 停着一排排乌鸦 他们的眼睛散发着红色的光 直勾勾的盯着我们 我突然发现 他们的羽毛与宿管宿舍的羽毛一模一样 别看他 我对着谷雨说了一句 过去 我怎么越看就乌鸦越觉得甚得慌 谷雨冷不丁地打个寒战 我没理会他 你知道校长办公室在哪吗 谷雨甩了甩脑袋 有些忧愁 我不知道 周哥怎么会变成怪物啊 他在旁边不停地去的 我没有告诉他关于周朝阳的事 确实 我们一般接触不到校长室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亮了 弹出来了好几条信息 我正奇怪 不是没信号 就看见宋明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 林峰 给老子开门 林峰 千万别开门 我感到一阵后怕 我明明在四楼看见了宋明 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朝着周朝阳发了一条信息 校长办公室在哪 周朝阳应该去了校长办公室 如果他能接收到消息的话 或许我们就可以会合了 许久 周朝阳没有回复 我估计他所在的地方可能没信号 于是 便决定拉着谷雨 朝着行政楼走去 刚想将手机放在口袋 意外摸到了一个纸团 我突然想起 这是周朝阳在我昏迷之前赛给我的 我连忙打开纸团 这与日记本上的纸张一模一样 6月30日 殷不要去四楼 他是骗子 7月1日 请 我是在最后一张是上面 一行字被反复化掉 已经看不清后面三个字是什么 纸张的后面只有一个 并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我钻紧了手中的纸张 周朝阳应该是已经发现了 所以才让我不要相信他 可是他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走 我突然觉着里面的一切都不可信 我想回家 我在这边上了四年大学 眼看着就要毕业了 我只想回家 手机又亮了 是周朝阳发过来的信息 校长办公室 在行政楼四楼左边第一间 你们不要抬头看月亮 刚看完信息 我便抬起头来 实在是下意识 人越是不让做什么 别越想做什么 月亮比之前更亮更大了 停在上面的乌鸦也更多了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 那些乌鸦的眼睛全部都盯着我们 这种被盯着的感觉很不好 我拉着鼓雨 朝着校长办公室跑去 这一路上 到处都是乌鸦 进了行政楼的大厅 乌鸦变得越来越少 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也逐渐消失 我拉着鼓雨 一口气跑到了四楼 来到了左手边的第一间办公室 房门紧闭 鼓雨全程迷惑 风哥 你确定这就是校长办公室 我确定 为什么 我用下巴轻轻点了点 鼓雨顺着朝上看 房间上面的名牌 清清楚楚地写上了几个大字 校长办公室 鼓雨摸了摸头 笑着说 那我们进去呗 我摇了摇头 说 如果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可能就命丧于此了 鼓雨听闻 他在门把手上的手里面缩了回来 我笑了笑 在他的注视下 转动了门把手 周朝阳果然在里面 他转过头来 说 你们来了 我扯着嘴角轻轻笑了一下 大步跨上前去 一把拽住了周朝阳的衣领 你叫什么名字 周朝阳很是淡定的 说了一句 周朝阳 鼓雨见我动手 很是惊恐 平日里面温温和和的人 这回怎么会打架 他急忙向前 想要将我们拉开 我却死死地 拽住了周朝阳的衣领 我更加愤怒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还要将我们丢下 宋明已经变成怪物了 你知道吗 鼓雨本来在我们之间拉扯 一听见宋明的名字 手便渐渐松开了 风哥 你什么意思 我冷笑一声 若不是他 宋明怎么可能会被他们同化 我们早已不进去 或许我们能救他的 鼓雨的目光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直打转 周朝阳更是闭口不言 怎么回事 我怎么有点不明白 我松开了手 慢慢平复下来 刚才四楼 我看见宋明了 那这跟周哥有什么关系 鼓雨还是不明白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死死的盯着周朝阳 你为什么提前离开宿管宿舍 我找到了线索 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我不相信你们 我听闻 刚平复下来的怒气又上来了 你不相信我们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 周朝阳没有回答 只是将手中的记录本拿给了我 我一把将记录本拿了过来 这是一份名单 是一份关于我们整栋宿舍的名单 名单上面写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 每个人信息的最后一栏 有个叫污染程度的数值 我急忙找到了我们宿舍 手指顺着名单一直往下走 终于找到了宋明的名字 宋明 男 19岁 污染至90 吴雨 男 19岁 污染至30 周朝阳 男 19岁 污染至0 我细细地往下看 终于看到了我自己的名字 林峰 男 19岁 污染至99 名单瞬间从我手中滑落 幸好周朝阳接住了 才没有将它掉落 我呆呆地问道 我要死了吗 周朝阳并朝阳依旧没有回答 而是重新递给我一张纸 我顺手接过 这张纸的最上面写了一行字 你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你肩负着所有学生的责任 你要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 校长管理守则 一反鞋杠 你要定期检查学生的污染程度 一旦发现污染值高于90 请立即采取隔离 二反鞋杠 宿管是你联系学生的唯一媒介 如果宿管寻求帮助 请将他们送至宿舍四楼 三反鞋杠 我校没有四楼 我呆呆地看着上面的规则 头又开始痛了起来 你不打算说说吗 我朝着对面的那人问道 周朝阳抿了名嘴 说你们都被污染了 我不相信你们 所以才提前走了 宿明暂时没有危险 他的污染值只有90 而你有99 我蹲坐了下来 头疼时我无法站直身体 只能蜷缩在地上 所以周朝阳嘴巴一张一盒 似乎想要说出些什么 半想他发出了声音 我查看了名单 这所学校污染程度最高的就是你 古语听闻 缓缓地挪开了半步 我不怪他 因为他特别胆小 我应该保护他 不应该让他害怕的 我强撑着抬起头 你们走吧 再带下去 你们会受到威胁的 周朝阳神情冷漠 他一把拽住了古语 似乎想要离开 临走之前告诉了我真相 真正害宋明的人 是你 我没明白他的话 下意识拿出手机 仔细研究起那两条信息 林峰给老子开门 林峰千万别开门 我来回看了好几遍 终于明白了宋明的意思 因为信号中断 我收到的消息有延迟 这句话真正的顺序是 林峰千万别开门 林峰给老子开门 第一句是在宿舍时 他为了提醒我门外 不是他发出来的信息 第二句是刚栽在四楼 他没有被同化 他只是被困在了四楼 让我过去救他 可惜 可惜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我的意识越来越不清晰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 坐在了校长办公室的椅子上 刚坐下来只有一个念头 这椅子坐着真舒服 或许是濒临死亡 我想起来的很多事情 是没有上这所学校之前的事情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正准备找工作 毕业院校不好的我 临近地业也没有找到工作 就当我万分难过的时候 我在网站上看到了招聘启示 有一所学校正在招一名校长 没有任何要求 无险一惊 拎包入住 月薪五万 这页面被我一眼pass掉了 明摆着是坑 我怎么可能跳进去 不过 在得到了几十家公司的拒绝之后 我又想起了这个奇怪的工作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我投了一份简历 回复很快 几乎是秒回 我怀着忐忑的心 打开了邮件 不是拒绝的开头 而是 恭喜您 您被我们学校录用 我顺利跟学校签约了 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这所学校 奇怪的是 这所学校上方被雾气所笼罩 我本想离开 可想着高昂的违约金 便硬的头皮留了下来 我进入了学校里面 奇怪的是 没有一个人过来接我 我找了好大一会 也没有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幸而 遇到了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学生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道 同学 你知道校长办公室怎么走的吗 那名同学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冲着我诡异的笑 已经很久没有校长了 我缓缓地推开门 内部却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甚至在办公室里面 我还有独一份的床 后来我才知道 我所有的行动 仅仅在办公室之内 我来到这里面的第一份工作 便是熟读被背诵这份守则 那是一份不同于周朝阳递给我的守则 你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你肩负着所有学生的责任 你要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 第二时 请利用学生身份 保护他们 校长管理守则 应你要定期检查学生的污染程度 一旦发现污染值高于90 请立即采取隔离 二宿管是你联系学生的唯一媒介 如果宿管寻求帮助 请将他们送至宿舍四楼 三我校没有四楼 四远离有乌鸦的地方 五我校没有任何红色人数 如果你看有人穿红色马甲 或者戴红色帽子 请立即远离他们 不要与他们对话 六我校没有四楼 再次强调一遍 我校所有建筑没有四楼 七当你感到身身体不适 请立即离开校长办公室 前往教导主人处 在那里你会得到帮助 我想起来了 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肩负着保护学生的重任 这所学校已经被他占领 所有的老师学生 都必须遵守规则才能活下来 我作为校长 将用尽我所有的力量 保护这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 他似乎在挑衅我 待在校长时 我不会被污染 但是每天都会有速管过来 报告被污染的学生 我的污染值也在一点点升高 直到那天 我的污染值已经达到了90 作为临近童话的怪物 我选择清空我的记忆 伪装成学生 继续保护他们 我伪装得很成功 他见我消失了 变得十分狂躁 就像是游戏中失去了对手 但是对手就在眼前 于是他加快了污染 那天是我成为林峰的第一天 真正的林峰已经被污染 送到了四楼 我找到了丢失的所有记忆 依靠在椅子上 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丝光亮 微微抬起手 遮住了眼睛 两久周朝阳带着谷雨 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周朝阳开口 你还好吗 谷雨健壮 忍不住关切地问道 风哥 你怎么样了 我很庆幸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在这里 我的污染值不再升高 我抬起眼 问道 你们怎么不走 不怕我 周朝阳拉起旁边的凳子坐了下来 风哥说什么话 要不是你 我早就赶在了四楼 谷雨摸了摸头 笑着说 我们只是怕你一个人孤单 你们找不到出口吧 我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谷雨只是干大地笑了笑 风哥 你好人做到底 这楼不知道怎么回事 走来走去都在四楼 谷雨说出了真相 你看错了 我们学校没有四楼 任何建筑都没有 话音未落 周朝阳就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你到底是谁 我没说话 只是慢慢地挪动了身体 轻轻地拉开了左手边的抽屉 抽屉里面放的是羽毛 跟宿管宿舍的一样 我拿出了两根羽毛 递给了他们 这个拿着 能带你们出去 周朝阳接过了羽毛 似乎已经知晓了我想要做什么 他一向是极其的聪明的 因为他是我在这所学校 与他抗衡的最后的底牌 谷雨跟着他 我很放心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我知道我的任务失败了 别重新找一个人保护他们 于是我缓缓地走进电脑跟前 发布了一条招聘启示 X大学集招一名校长 月薪五万 无险一惊 无需经验 拎包入住 等到招聘启示发出去的那一刻 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是一个快要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院校太差 找不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那天在招聘网站 看见一个招校长的 月薪五万 我心想 这玩意一看就是打妖子局 谁去谁傻逼 随后我拎了大包小包 站在被雾气笼罩的学校门口 我成为了学校的校长 周朝阳的视角 我是无意间被拉入这所学校 准确来说 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现实世界中 我因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意外被卷入多方世界 只有完成任务 我才能在现实世界中活下去 为了重新回到我的世界 我拼命地过任务 于是我遇到了林峰 相较于其他NPC 他是个奇怪的人 那天晚上 当我看见林峰手上 有我们的名单时 我就知道 他也不是普通人